欢迎收看这个礼拜的异想年代 那么本周的All Vlog呢 我们来到了台三线上的热门景点 内湾风景区看站 内湾线的火车跟火车站 就化身成了铁道美术馆 由二十三位艺术家来进行创作 包括有装置艺术啦 摄影漫画的那种作品 内容非常的精彩丰富 我的制作人配着 现在叫我去 老师帮我拍张照 那OK啊 没问题 大师帮我拍 老师可以帮我拍张照片吗 要拍美哦 又有艺术心又有完美的感觉 有啦 我觉得好有感觉哦 真的很厉害耶 好厉害 很厉害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娜娜 我们现在在新竹 在今天呢 我们要带大家一起来坐火车来一场 内湾铁道美术馆之旅 那在这一次呢 会有十多位艺术家 不同的作品散落在 整个内湾线的火车站 我们可以带大家来欣赏一下 有哪些不同的作品在其中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辆三个列车 哇 好有感觉哦 现在在窗户还有提示 就是很浪漫的感觉 虽然我不会练客家话 但是用客家话练的话 已经特有音味 然后在里面你看 它的座椅啊 定板啊 都特别有感觉 我跟一般的火车是不一样的 刚刚目送完美丽的山歌列车之后 我们也很期待 我们会搭上下一班的山歌列车 继续往前行 那我现在的位置呢 就是在竹东火车站 那其实大家已经可以看到 我后方有非常多的艺术品陈列 关于这次内湾的铁道美术馆艺术展 到底有什么样的特色 我们就请到策展人 阿Kibo老师 老师你好 你好 大家好 老师这次的特色是什么 简单的说 这一次我们就是要把内湾线 变成艺术线 我们知道早期啊 内湾线就是把山里面的木材 跟矿墙运出去 那这次我们就是利用内湾线 把艺术家跟作品运进来 那也希望观众可以随着内湾线来 欣赏六站车站的一个部展的作品 那我后方就是 周恩老师的作品 是 我们这个周恩老师的作品 他是一个很伟大的漫画家 那尤其他创造一个 他自己独特的风格 就是他的作品也深受日本观众的喜爱 那我们透过这个大块出版社 去邀请他的服务人提供这个 他这一次的作品 我们把它放大放到乐台上 这也是第一次用这样的方式来表现 周恩老师的作品 那这个作品在这里也很受欢迎 在我后方呢 你可以看到一幅巨幅的摄影作品 这就是我旁边的 靖藤屋老师的作品 老师你好 你好 老师你是日本人吗 对 那你为什么会讲中文这么流离 因为我已经住在台湾11年 聊聊后面的这个摄影作品吧 就是你这一次特别创作的 那它的特色是什么 对 那个是我的小时候的 呃 Memory 有关系 来看现场的时候 我喜欢这个火车站 然后这个火车站的那个感觉是很软和 可是那个感觉是 应该是从建筑物出来的感觉 就不是 嗯 我觉得那个感觉是那个 那个 张唱或者是 那个 这里工作的人 是出来的感觉 哦 是工作的人所给人一种温暖的感觉 所以你在 摄影作品就捕捉到 在这个车站工作的人的笑脸啦 对 还有他们的生活的样子 对 没错 我想 我想拿出来那个 人性 哦 你想拍出人性的感觉 人的温度 对 没错 有 有很亲切的感觉 哈哈哈哈 看一下看一下 你知道摄影 艺术大师 摄影师有时候拍出来的 跟我们女生要的有不太一样的感觉 有啦 我觉得好有感觉哦 真的很厉害耶 很厉害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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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有feu 很有感觉 有感觉 就随便拍都很有感觉啊 是不是 对 都觉得可以当写真书 很厉害耶 不好意思 我们现在到核心站了 哇 核心站好可爱啊 哇 有没有一种幸福的感觉 那这边是爱情站 你看 它应该有很多情诗 然后恋人写的誓约 应该都会在这里 我们来帮大家朗读一下 牵手一辈子 幸福美满 还有什么 大笨蛋 你以后未来的日子 也都会有我的 还有什么 走在一起的路上 希望有你 哇 都很幸福耶 第一次来 你是第一次来吗 我第一次来啊 很好玩耶 你看这个 亲我吧 是指说你可以在这个 小巷弄里面亲吻的意思吗 你看 是不是这个意思 你可以走在这边就是 你可以两个人就是偷偷地躲在这边 就是这样接吻 是不是还蛮浪漫的 这边还不错 现在看的这个艺术作品 是艺术家呢 他用花灯里面的铁丝 然后去支撑出这样的一个雕塑 那他的作品叫做奔跑的孩子 呈现一种特有的生命力 其实呢 我们之前来这边的时候 我们就看一下脸书 然后他们的小编说 到了晚上十二点 这些小朋友会自己变换姿势 哈哈哈哈 对很可爱 那当然在这边有非常多的艺术品 像我后面的就是 对后面是一个就是我们 其实算是这一次的地域的概念作品 他是一个客籍艺术家沈仁明先生 他画了张之西路 就是我们讲的 浪漫台三线的这个区域范围 他用艺术的方式把它表现出来 那这个作品我们特别安排在这个 核心的月台出来的地方 希望每一个人 因为核心刚好在这几个站的终点 就希望大家一下下火车就可以 原来我就在这个地方 附近还有什么地方 其实浪漫台三线有很多地方值得去探索 那我们想说也有一些导览地图 但是我们希望其中一部作品 他就是具备这样的功能 我们现在继续来到了那一弯车站 但是呢我们的驾驶就要 我们丢包在这里了 他说我们自己坐上去吧 因为他根本开不了 所以黑姬 黑姬先生也跟我们一起徒步上去 我们现在去看黑姬的艺术品 然后我刚刚跟佩哲人在讨论说 你艺术品还拿在那里怎么去啊 要穿越铁道吗 所以黑姬你就秀出 我有秘技 所以我们今天只有跟黑姬在一起 才有办法看那个接近那个艺术品 对不对 一般人是过不来的 一般人就是铁道过去看到而已 哇有种 这什么秘技 有种殊荣感 哪里拿到这把锁啊 跟藏语源拿到 你可以暂时拥有多久 我可以拥有很久 这可以多吗 这可以啊 他就是我们跟着艺术家来的啊 对 北陶 哇 只有特别 就是今天走这个密道非常开心 因为平常没有机会走 今天跟黑姬才有办法走 黑姬在锁门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 就是一般人无法进来 让我今天非常享有尊荣感 是黑姬带我进来的 这就是你的创作的火车前面了 没错 那你这个火车的创作理念是什么 其实大家都知道内湾这个地方 就是很多客家族群 可是其实 因为它旁边就是尖石山区 它其实有很多泰雅族都在这个地方 所以我那时候 就是想说把原住民文化跟客家文化 结合在这台车上 你上面画了什么 对 我两面嘛 一面就是原住民在树林里面穿梭 追逐的一个景象 另外一面就是客家族群 在里面就是玩耍的那种感觉 族群共融很开心的样子 另外两面就是 两面都是一个脸 里面就是有客家元素 另外一面就是那种原住民的 有情面文化的东西 这样子 对 而在内湾站呢 我们可以看到最具代表性的呢 就是后面这件 刘欣欣老师大神婆的作品 嗯 对 其实刘欣欣老师 应该都可以说是跟内湾画上等号了 当年也是因为刘欣欣的大神婆的关系 然后让整个内湾的生活 或让内湾让大家跟我了解 那甚至在内湾 其实都还有刘欣欣的博物馆啊 或者是很多店家 就以大神婆为店名 对 所以这一次我们当然 在这边的展出 一定要有刘欣欣老师的作品 这样 那画的内容也大概是 是什么 客家文化吗 对 客家文化 或者说在内湾的生活 其实在这个画里面 就会看到它的展览馆 然后其实内湾火车站的外墙 其实也是刘欣欣老师的作品 然后在老街上店家就看到 有大神婆菜包什么的 其实都会在 都其实都在这个画里面出现 其实很能够体现在 内湾的这边的生活状态 安娜 请问你在做什么 我在为等一下直播练习 我要唱歌 天空啊 落水哦 阿妹啊 来到哈水边 所以其实你会讲一点点客家话 对 因为我爸是客家人 所以我会讲一点点 就是什么 阿婆啊 所以你今天来做这个题材开不开心啊 就是有一种熟悉的感觉 对 这首我很爱耶 那我们今天主要是拍铁道 对啦 拍铁道 你会不会期待拍到 等一下可以吃到一些美食 客家美食有哪些 有啊 帮我们介绍一下 客家美食最有没有版条 以前我爸带我来 这种 比如竹苗一带的话 我们都会买那个鸡酱 就是橘子酱 你知道吗 我当然知道 就是沾那个鸡肉 他们都喜欢吃那个橘子酱 然后以前我家里常常不时的都备有那个橘子酱一瓶一瓶 还有呢 吃的呢 就 吃的 刚说版条了嘛 还有一些 一些什么 一些柜吧 以前也会买一些什么柜啊 然后 大概是这些东西吧 对啊 现在我们等一下拍摄途中有口服可以吃到咯 希望咯 我继续练唱咯 继续练唱 好 那么继续呢 我们要来带您看的则是不一样的咖啡厅 就是获得2017年世界杯咖啡冲主大赛冠军的王策 他的咖啡厅呢走极简风格 王策认为他希望在这个空间里 可以让人专心地品品咖啡味道本质 而这间咖啡厅还提供了VIP的预约服务 专专业的咖啡师们在你面前会调制各式各样的咖啡饮品 一次可以享用到七八种不同风味的咖啡 再搭配点心让人可以完全澄清在咖啡多变的味蕾世界中 简洁利落的空间 长板木凳 洗石子 绕木块 具有历史感的台湾元素 以当代手法的极简线条表现在空间中 随性散落的艺术品一进门的透光帘幕 呼应着咖啡绿植意象 这一间充满个人风格的咖啡厅 低调到几乎没有什么色彩 正是世界咖啡冠军网册 和艺术家一起打造的 我们这边的座位是非常简单的 然后我们的摆饰等等也都是非常简单 我们想要还给这个 虽然它是一个商业空间 咖啡馆是商业空间 我们想要还给这个商业空间一个 就是你可以认真去品营咖啡的地方 而不会被环境的其他东西给干扰 在2017世界杯咖啡冲主大赛夺冠的王策 成为咖啡圈的话题人物 在台湾一片精品咖啡百花齐放的市场中 王策的咖啡讲究的却是人的温度 我非常尊重我的咖啡师对于咖啡的诠释 因为每一个咖啡师都是人 每一个人他都会有自己的世界观 然后他会有自己的咖啡世界观 我们喜欢直接跟庄园进行贸易 那我们的客人得到的每一杯咖啡 他都会是由我亲自筛选的 那这个筛选完的咖啡 客人也可以非常放心地知道 就是这个钱是进入到庄园 而不是在可能在采购的某一个流程里面 流失掉而庄园最后只拿到一点点钱 这个是我们精品咖啡跟商业咖啡 的采购上面的最大区别 就是直接贸易这件事情 这跟公平贸易会有一点点像 念化学出身的王策相当具有科学精神 每杯咖啡讲究水质 精准时间掌控 而在这里更有一套华丽的咖啡组合 由不同的咖啡师专业冲泡 仅供预约享用 在这个咖啡店最特别的就是有VIP咖啡的预约服务 那在预约的VIP服务 每一个人会有一个咖啡set 他可以享有六到八杯不同的咖啡饮品 从单品咖啡一直到这个咖啡牛奶 咖啡调酒全部都有 那中间甚至还会提供香槟 让你可以变换不同的味道 还提供一些小甜点 真的可以说是一个咖啡饗宴 从伊索比亚古籍的云生种 哥文比亚托利玛的西酌 王策以专业加上情感温度 双手直呼泡出一杯杯好咖啡 在专业预约服务中 每一位咖啡师呈现自我的风格 也有加入调酒的咖啡饮品 让咖啡滋味更多元丰富 当然也有广受喜爱的拿铁拉花 搭配上手工甜点 完全让你走进独一窝的咖啡世界 徜徉其中 记者 天理万家伟 于若维采访报道 感谢你的收看一小年代 我们下周再会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